今天的报导说台北看守所里面的收容人 他吃到了贵客菜以后产生不适的状况 6月4号的时候在台北看守所里面 有几名收容人身体不适 发觉头昏还有嗜碎 经过所里面紧急送到亚东医院去诊治 经过诊治以后发觉可能是药物 有点发生问题 经过在进一步的诊治以后 发觉他的食物里面含有M2 这样的一个毒品的成分 原来就是因为他来探视的亲人 送了贵客菜里面有这样的成分 有几位他是因为收容人 收了贵客菜以后又分食给其他的分间 分社里面的收容人 所以有多人确实有这样的状况 不过现在人的身体状况都OK了 不过这件事情的发生 我们就特别的留意 要做贵客菜的检查 要特别的加强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